让路径的旅客请继续往前走 严格管制路径旅客 一落地就全身消毒 带去裁剪捅鼻子 Omicron来势生生 碰上春节淘机入境旅客 14号 15号 预计超过万人达到路径高峰 路径大厅急满裁剪人员跟旅客 确认阴性裁准放行 毕竟反国长城搬机 阳性率居高不下 13号从旧金山反国搬机 阳性率还高达12.2% 14号淘机预报路径人数 高达3615人 光上午6个长城航班 全部筛减382人 就有29人批下阳性 阳性率7.6% 三天半以来我们总共有 做了旅客总共1837位 总共有139个确诊 阳性率也是7.6% 表示说还蛮一致的 不过接下来两天万人压境 边境措施却迟迟不调整 医事优心将让防疫 受秩序的国人深陷危险之中 就怕病毒透过交通运输 烧进双倍 新北绷紧神经 再度加强大众运输系统防疫措施 经常碰触的地方 这个都有这样子 接运环状线视察防疫工作 防止成病毒传递媒介 更要掌握新北疫情变化 最后的改变就是 从桃园或是从台北扣散到新北 重症跟轻症的分野上 我们的专责病床 现在几乎开出了三分之一以上 我们自己本身要有集中检疫水 来收治轻症 取利备战 所有状况力求第一时间 快速处理正面迎战病毒来袭 记者桃园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